明報創辦人、著名文學家查梁庸博士 在上個月30日離世 享年94歲 查博士的桑禮今天在香港殯儀館舉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特首林鄭月娥 劉德華等大批名人高官都有送上花牌自製 與查博士相交數十年的危康夫婦 蔡蘭、曾經拍攝多部金融電視劇集的製作人張紀宗 黃曉明、呂良偉、杜其鋒、陳喬欣、白雪仙、劉天蘭 詩南申等都有現身送別 會否很不捨得 會否很不捨得 心情 心情挺亂的 因為真的不捨得他路人 我拍過他三部電視劇 射雕、書劍、雪山飛狐 這幾部電視劇都是老人家的經典 他寫的小說我們從小看大 給了我很多很開心 又悲又喜的劇情給我們 撥過我們小時候的時光 我的中文比較好是因為看小說看得多 我都很敬佩他老人家的學習精神 在八十幾歲還去英國讀博士 是很值得我們做後輩去學習 那有沒有說劉天蘭的角色是你很喜歡的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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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太多很經典的角色 喬峰 其實我也很喜歡演喬峰 不過又沒有機會去演 我覺得也很適合我自己去演 喬峰的性格 就是大俠 就是 嘩 他太多了 韋小寶 我想演韋小寶 這麼多老婆 你有茶山嗎 自己 我在很多活動裡都有見到他 都有聊天 我們 他也給過很多鼓勵給我 他看過雪山飛狐 他也很喜歡 好 好 對 謝謝 你能夠在演藝十年後 九歲十年後 九歲十年後 對 你參演過 基劉先生 是不是改變了這些遺事劇 會不會是很開心 絕對 絕對是 我那時候 最遇到最難忘的時間 也是改變了遺事的時間 之後他會有什麼 基劉先生 想要進入這個時間 希望有這個時間 謝謝 謝謝 謝謝